等待玉佛的民众 循着规划路线缓缓前进 内心祥和又欢喜 疫情三年停办 就是三年之后又有活动了 所以就那种欢喜心 就想要再参与 典礼当天 正逢母亲节 不少民众陪同家人前来玉佛 这家族三代一起来 大家一起来玉佛 然后一起庆祝母亲节 她就在里面了 里面在演练 女朋友你喜欢吗 开心吗 开心 你明年还要不要来 玉佛大典吸引广大民众参与 还有人特地邀请邻居 一起来参加 我跟她讲说 我们每一年都慈祭日 就很棒很多人来这边祈祝 大家会平安 闪耀夜空中的灯光 就像慈祭人汇聚的慈悲力量 温暖动人 大爱新闻 杨丫颖 李明华 台北报导 凡刘 我跟她说 你会不会保险的 你会不会保险的